受强降雨影响,近日河南新乡渭河、共产主义渠等城市主排水河道出现漫滴险情 7月23号,记者来到渭河新乡段绝口处,此处位于三地交界处 决堤导致河水互相倒灌,新乡市内积水无法排出 我们现在首处的位置是我们新乡市、宋泉区、渭辉县、渭辉市和牧野区三地的交界地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的一条泄洪渠道 后边这一次是我们的一条内涝的排水河道,渭河 现在这两个河道在这个地方是距离比较近的地方 由于就是说前天的暴雨和昨天的持续性的暴雨 现在这个互动工程的维艳已经冲垮了 如果这个堵落不上的话,会造成继续的两个河流互相的倒灌 新乡的水已经排不出去了,所以说持续的造成新乡市的内涝 记者在现场看到,武警部队官兵和当地消防人员正全力投入毒口墙线 要对这个维艳进行重新的填埋、围堵 把这个踢案重新让两个,一个是排红渠和一个是排烙渠 两个渠之间有分割 我们消防全员大队总共投入了30人左右 好,现在已经师傅已经在对面开始作业了 好,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还有就是对一些这个沙袋啊 包括沙袋的这个田庄,包括一些工具的准备 这个一旦工程机器将两边的这个距离缩短之后 我们人和工程机器一块开始进行堵缺口 从投入抢险救灾到现在 现场消防人员已经连续工作接近72个小时 但为尽快堵住缺口,一刻也不敢休息 如果喝拢了之后,最主要的是未喝的水 它就不会一直保持这个高位了 我们是前天晚上接到支队指挥中心的命令 到达这个现场的 到现在已经两三天的时间了 同志们现在喝的水跟吃的饭 都还没有吃一口热壶饭,喝一口热壶水 同志们就是说不怕鼓不怕累 什么装饿的活都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